在這裡 翠仲在這裡 以前它會動的 那個小臭鐘 但它現在不會動了 我第一次看到的 怎麼會第一次看到的 你不要裝了 第一次留意這件事 很久了 它現在已經不會動了 誰會無緣無故在這裡看一看 YoYo 大家好 我是Chessy 平時我們拍Vlog有很多不同的器材 包括我現在在家用的這一部 就是Sony的A7C 另外我還有用iPhone去拍片 就是我們最初期的片 那個主要是iPhone的XS 由XS開始 我們最近的旅人片是用什麼拍呢 就是用GoPro Hero 11去拍 它已經出到12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運動相機都可以選擇 但我就選擇了這個GoPro 我們最新就是一部新機得到 就是Sony這一部小的相機 沒錯 這部就是ZV1F 那你首先說一下究竟是怎樣得到這部機 這部機是我贏回來的 參加Gift Away 就參加Party Post 登陸香港一周年的Gift Away 玩法就很簡單 是幫他們的小P改名 我就在那個Post那裡留言 留言了我改的名字 就叫大老P 是不是響當當的名字呢? 機緣巧合之下 就贏了這部相機回來 Party Post WhatsApp其實是一個Influencer的平台 其實它有一個App 就是給KOL可以去應付不同的Campaign 我也有用一下的 用法都超級簡單 加上他們是有WhatsApp的Hot 有專人回覆你和不同疑問的問題 超推介 超方便 好 那我們就開一開這部機 這部機是ZV1F 其實ZV它之前都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ZV1F最大的賣點就是它的廣角鏡 它是一個定焦的20mm鏡頭 另外它是有最大光圈是2.0光圈 所以其實在低光的情況之下都挺正的 其實是很輕的我想說 是很小的 是很小的 可以放入袋子就OK了 它盒裡面除了會跟了一塊電 然後這張卡和保護貼 其實是Party Post送給我們 這個就是原裝的電 這個就是副廠電 然後隨機還會加上Type-C的線 因為是充電的 但充電了就沒有了 所以充電的話 就要插著相機充電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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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最好的是 女生最喜歡的反螢幕自拍 沒錯 它反螢幕之餘 我想說這個螢幕 現在是一個觸控螢幕 除了觸控螢幕 除了觸控螢幕 還可以按照錄影 錄影還會看到這裡有紅色框代表你正在錄影 因為有時候拍片會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錄 看到這裡的框就知道是正在錄 按一下就可以停 其實是很好的 它是20mm 所以已經很廣角了 如果它是4K 的話好像是會切斷了一點 我不肯定是否 對比起我們平常用的 GoPro 的話 其實你沒有用一些運動相機 對於小姐這些生手來說就會覺得很難用 因為它整個介面跟一般相機有少少不同和有少少分別 有些東西又要交 但你用這部的話就非常簡單容易用 很輕巧 但一定要有相機性 沒有什麼安全感 因為太輕了 如果拿起的話 其實兩部體積差很遠 輕就一定是 但如果要拍照 又要拍片的話 我覺得這一部就好多了 手感很好 因為 GoPro 我經常見女生會GEL夾 現在已經不是最長的時候 長一點的時候 我真的很難叫一個MediaMod去換電 又或者是很難按這個按鈕 要很大力 所以如果這些按鈕比較敏感 我會比較喜歡用相機拍 這個就是它的防風罩 就可以封住它的麥克風 它這個麥克風 我看評論和評測 其實它的收音是挺不錯的 一定是我們現在用這些麥克風 收得那麼好 這些Rode的麥克風 收得那麼好 但它應該都不差 因為平時好像我們去過的Music Festival 其實我們沒有帶相機去的 我也是帶一部Gopro去的 所以如果是用這些機 就可以很輕巧地一步過 它的防風罩都是插在Hot Shoe 這樣插進去 很帥氣 就是這樣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新相機 究竟效果是怎樣 這樣我們今天會是出街逛逛 打算用這部相機去拍 我們就不會用任何的Rode的麥克風 打算用它的內置麥克風 試一試究竟它的效果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出街 Let's go OK 我們現在就拿著這部相機 就出街試一下 我想說我因為用這部相機 我就打算試一下它全自動的功能 我平時用我這部相機 是不會用全自動的 我用全Menu 但我想看它全自動 究竟去到什麼地方 所有ISO那些東西都調整自動 這樣就可以輕鬆一點 因為這個人什麼都不會教 我拍照會教 拍片不會教 我們現在就是用它本身的內置麥克風 我完全沒有加任何其他麥克風 如果你想加麥克風都可以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3.5插頭 很簡單就可以加到麥克風 我們今天去哪裏呢 我們現在就去太古城 OK 我們就來到太古城 為什麼我們平時很喜歡來太古城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一架巴士就可以來到這裏 現在用的反光拍得不錯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樣子 對 還有我想說它是20mm 其實我自己本身 A7C我用的鏡頭 其實都是1.820mm的G鏡 所以20mm對我來說是非常舊用 但因為我的手段 所以好像不是很乖 我們今天來太古城做什麼呢 來 行街賣菜 我們平時沒什麼做就有空搭車來 因為我們通常喜歡一輛車 就直接去到那個地方 去逛逛 而且又是室內 不用一載雨嶺 非常爽 這個人就買了東西 我們剛剛在MariMiko那裏 因為它有七折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些東西 買杯和碟 對 我們回去才再拆 其實它一早已經很想買裡面的東西 但是經常都沒有折 但是最後我沒有買它最classic的方法 我買了別的東西 對 那就不要緊 我們都買了 那就開心吧 因為我們的杯杯碟碟碟 其實是由我們入火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換 所以現在就換了一點 因為都有點舊了 所以換了一點 但我從來都沒有打爛東西 所以保存得非常好 我想說這部相機 除了開拍VLOG之外 其實它拍照也不錯 其實你就可以當它是一部普通的相機 你不拿來拍VLOG 都可以的 所以它好過Gopo的地方 就是拍照怎麼都好 好一點 怎麼都一定會好 還有有美肌 現在是不是有美肌 現在在用美肌 所以不用再收拾相 不過現在都沒有收拾相 因為太懶了 因為Gopo拍照的話 其實就會比較拉闊了 當然Gopo它完全防水 當然好很多 但如果不是用來做運動 好像我們這樣不是做運動的話 其實是日常VLOG 其實這部相機 拍照也行 拍片也行 還有拍照也行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泰富城熟悉的朋友 就知道它有另一邊的商場 以前叫吉之道 現在是EON 現在是EON 就叫EON 在另一邊而已 是很好行的 這邊就不是一些大的朋友 這邊最重要都是一些 日用品 還有超市之類的 以前上面那個遊樂場 給小朋友玩的 是小時候玩的 還有以前這裡有個 有個鐘 在這裡 在這裡 以前它會動的 那個小丑鐘 不過它現在不會動 很久的嗎? 我第一次見 怎麼會第一次見 你不要裝了 很久了 它現在已經不會動了 誰會不斷在這裡看個鐘 神經病 以前每個小朋友都會在這裡看 我想說我又會看 那個不是我來的 通常我們來泰古城 最後一站 就是過來這個位置 就不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很大 超市 如果有來過的朋友 就會知道 什麼東西都有 價錢又不是很貴 很貴 如果是住在附近的朋友 或者是乘車都方便的朋友 其實這邊買菜 我覺得是不錯的 因為東西有多新鮮 有很多選擇 走得都算很舒服 價錢又不是說 真的很貴 所以很推介大家 因為我們一程車就可以回去 所以我們每次在這個位置走 我們都要一大袋拿走 好了 我們就買完東西了 現在就付錢了 我們就買了一些肉 然後買了菜 就是給今晚的晚餐 然後明天大飯 不對 是這兩天的晚餐 是嗎? 不像我買三餐 登登 我們回家了 終於買到我好想買的東西 就是MARAMIKO的杯具和碟 登登 登 因為其實我在他網上店 已經看到有七折 但這些東西 我通常喜歡去看食物 所以 剛好那天在太古食景 我就去看了 除了網上店 在實體店也有七折 所以就有機會去買 買了什麼呢? 買了一對杯 因為剛才CV沒有說 我們那些杯具和碟 都是我們當初新入伙的時候買的 其實都新入兩年了 這就是他們今季出的系列 有狐狸和龍 就是秋冬館 這個很漂亮 很蠢買一隻 當初我選了另一個花花 因為我想買它經典的花 但它的顏色其實我覺得很會 所以現在就 既然有一對杯 就買了一模一樣的碟 哇 這個圖片超開心 很漂亮 而且留意它 除了枕手洗之外 是可以放在洗碗機裡洗的 雖然我們都沒有 現在這個正價值280元 7至80元 我記得這裡買了一對杯 以及買了兩隻碟 加起來就是777元 這部就是我們的新機 再一次多謝PARTY POST 送了這部Sony ZV-1F給我們 如果你很難不想買Gopro 你本身是沒有上機的話 我覺得這部機適合 又想拍照又想拍VLOG的你 2合1 剛剛好小小的部 尤其是很適合女生搶上手 但我覺得它的缺點是 它的追風就是 追得有點慢 對比起我本身沒有Sony機的話 但沒辦法 因為你一定有些取捨 你買機的話 而且它的價錢 其實是4000多元 所以它跟Gopro差不多 所以再一次多謝PARTY POST 送出這部機給我們 我們今年2020年 都要繼續拍VLOG 想知道我們有什麼VLOG 繼續看我們的影片 好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按個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按鐘 訂閱我們 還記得按讚我們 Facebook和Instagram 新年快樂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